给一个批判的角度看世界 给一个宽容的角度看他人 留一个舒服的角度看自己 你好 我是美国心理学学会的会员 黄国辉博士 想了解更多 你一定要听流连台 DurianFM.com 流连头我是安琪 最高到我是妍妍 天马行空我是安琪 是的我们回到来 刚刚就提到了今天的课题 那也就是圣经飞回沙拉月 是的我们终于经过了 应该是有一年的纷纷扰扰 这个圣经风波呢 总算是告一个段落了 那我们所看到的呢 其实是这个事件啊 把它跟追溯一下 其实也还没有一年 今年一月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的在学来而周 这个宗教局就突击了 水南而周的大马圣经工会 并且呢就是援引了1988年 非伊斯兰在宗教法令 就扣查了351本 含有阿拉字眼的马来文版圣经 并且呢逮捕了这个工会的主席 李明春先生以及这个黄亚 才回去做调查 那当然这个事情之后呢 在警方方面调查完说 这个圣经啊并没有什么问题 也没有构成什么国家安全等等的 然后就说好吧 大家就把这个圣经呢 就把它给这个宗教局 看他们要怎么处理了 结果呢 我们就有不同的声音了 那时候就说要把它归还 到底要归还还是不归还 那卡丽呢 当初就说是要只是归还 但是这个宗教局说 这个卡丽你并没有权利这么做 那卡丽呢就去找苏丹了 然后苏丹就说就交给这个警方方面去处理 结果这个球就踢来踢去 踢了大半年时间 那当初呢 把卡丽给撤下来的其中一个原因也说 他没有办法把这个圣经的问题给处理好 所以就说 就也是其中一个要把它推翻下来的原因了 那么最后呢 就卡丽下来了 阿兹敏上位了 结果我们就看到呢 在发生在于是周四的时间 是这个上个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五 就看到了这个新闻跟消息了 就说要把这个终于 这个圣经要把它给归还了 并且呢 是在苏丹的见证之下 把它给全部 交给了这个沙拉越的联合教会协会ACS 我昨星期五的时候 我看了这则消息 我应该是在面子书上看到的这则消息 是阿兹敏推出来的这则消息 我就感觉 突然间我就感觉 阿兹敏真棒 哎呀 太棒了 他一上任的时候 就把这个圣经问题给解决了 大家一开始还在质疑着呢 质疑什么呢 是不是 如果阿兹敏你证明你有能力 你证明你是一把手 那么你就 拿出你的身手 试试看看 能不能解决圣经的问题 哎果然 圣经的问题解决了 但是我确确实实 确实很激动 为阿兹敏所激动 但是你回过头来看一些评论性的文章 你又看了一些不同的媒体阐述的不同的观念 不同的文章 你就会存在一些 一丝毫的一些疑惑 这些疑惑就是 这个圣经 事情解决 究竟归功在谁的身上呢 是归功在阿兹敏的身上 还是归功在雪州苏丹的身上 我觉得 首先要称赞一下我们的雪州大臣 因为昨天我算了算 那个热期 你给他算了算命吗 不是 就是算他上任的时候到今天 所以已经过了54天 然后他就可以把这个圣经的问题给解决了 他只是上任了54天 你是赞颂阿兹敏圣 对 然后但是卡丽就没 拖了很久 对不对 所以就 好像 好像新的 新的雪州大臣 好像更厉害 更快速 更有效率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拖了很久的问题 我相信就是大部分人的一种感受 所以我说 这个可能是很多人的想法 哇 这个阿兹敏了不起 但是呢 今天我们的朋友呢 延延后就把我们PO上了一个面说说 你们在评论前就先读读上面这个报道吧 OK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报道是来自哪里呢 这是Malemio Online的新闻 对 不好意思 我昨天已经读过了 是啦 那么呢 就是说 在这个雪州的王公 就说 他们觉得 就提到了说 阿兹敏在这个事件上 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他们说 这是英文的一篇报道 他说 They also stressed politicians were not included in the conversations but were kept updated 就说 他们其实在这个讨论开会里面 是没有 阿兹敏参与的 任何的政治人物参与的 他们只是被updated 就被通知 或者被告知 目前的最新状况而已 对 然后呢 还说 阿兹敏 did not play any role other than responding to the queries from the media about the kidx water and bible issues 所以说 阿兹敏其实并没有扮演其他角色 除了对媒体回应这些水工 或者是白金大道 或者盛景的问题 感觉就中了一枪 这个题目也叫做 这件事情不是阿兹敏做的 这是我们的皇宫的信息 我们皇宫的一个 也就是 这个事情不是阿兹敏做的 是我们皇宫主要的力量 在推动着这件事情的发生 但是 如果是这样的理解的话 我们不妨探讨一下 不可能说 一边站 另外一边就否定了 可以探讨一下 对比一下卡丽在位的时候 也对比一下阿兹敏在位的时候 卡丽在位的时候 我记得他曾经 他要退位的时候 退位最后的那几天 他经常会见雪州苏丹 去谈论一些 Bible的事 说这个事情能不能够解决 而且当时我还记得卡丽说 我立志在两天内 必须把它解决掉 但是两天之后也没解决掉 然后 但是我们看到阿兹敏上来之后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雪州 苏丹他比较偏向阿兹敏 还是怎么的 然后那雪州 那阿兹敏上来之后 他没过刚才 安琪说了54天之后 他就把圣经问题给解决掉了 那这样子的一个对比 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 按照这篇文章的说法来理解的话 我只能有唯一的一个理解 唯一的一个理解就是 雪州苏丹比较偏向阿兹敏 比较不喜欢卡丽 所以他在阿兹敏在位的时候 他赶紧为阿兹敏把这个事情 给他一点业绩 对啊 但是事实上好像证明 不是这个样子 事实上雪州苏丹比较偏向卡丽 比较同情卡丽 但或许像我说到了 苏丹当然可能一一心中 是有一些偏向度 但是他坐在这个位置上 他必须超软 超出政党之间的斗争 所以这边有提到了 这个有几个说法了 他说当然他 你看他的言辞里面 还是倾向卡丽的 他就说了 其实呢 卡丽有提出一些意见 还有一些建议 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卡丽还是最后说 尊重是苏丹的决定 跟最后的一个意思 而且呢 还提到说 其实苏丹他说得很清楚 他不要有任何的政治人物 在这个事情上 或者参与讨论 因为他说只要有任何的 政治人物参与的话 这样他只会看到 那是不同的政治人物 在那边的角力或者博弈 然后这件事情会永远没办法解决 所以还只是让这些政治人物排开 让我们王室来做这些决定 对 这件事情之前 我还记得阿兹米经常这么说 他说 媒体当媒体问到他的时候 说这个雪州 雪州 马来文本圣经归还的问题 应该怎样去解决呢 阿兹米说 我最近正在跟雪州苏丹去探讨 希望殿下能够 我们能够商量出一个解决的方案 和解决的办法和方法 虽然今天我们听到苏丹是这么说的 不需要任何的政治人物参与到其中中去 阿兹米他也是公正党的熟里主席 但同时他也是雪州大臣 雪州大臣算是政治人物 也算是政治人物 但是之前 阿兹米会经常去皇宫里 我们不知干什么 他出来之后就说 我们在和苏丹探讨 如何解决这个圣经的问题 每一次出来之后 他都会这么说 我们在和苏丹探讨 怎样解决圣经的问题 然后现在还有 你都半年等了 难道几天 你就等不了了吗 还这么智慧媒体的时候 但是结果 苏丹当然有苏丹的说辞了 他也希望 他说不希望任何的政治人物 参与到这场事件当中 但是如果是没有阿兹米 作为推手的话 我相信这个事情 也不会解决得那么快 所以就有一方面 要看看到底是谁 还是最后背后真正的力量 但不过呢 总有一个算是结果 也算是把他告一个段落了 但是当然也会有人质疑 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还给圣经工会 而是交到这个 沙拉月的 这个叫做联合教会协会的首上呢 并且当然 挥环之下还有一个条件 相信 不过有人认为说 这个就是最佳的下台阶 就是为了要安抚两方面的一个情绪 第一当然要安抚这个教会 也就是 就是叫什么 基督教的朋友们 那另一方面呢 又要安抚一下这个宗教局 所以两方面照顾的话 所以就只好 有些人揣测说 所以只好找一个中间人 就是交给这个沙拉月的联合教会 是 不过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先决条件 这个条件是什么来着 是东马那个是吗 安琪 什么 条件 有一个条件 对 就是不得 圣经不得在雪州 里面 里面传约 就是马来版的圣经 不准在雪州内部传约 对 好像另外的一个说法是 他不仅仅不能在雪州内部传约 他也不能在西马区内传约 是吗 好像是根据每个州的 领规定是不同的 它的规则也是不同的 我记得这个词是莫灵两可了 等一下可以请问一下我们的嘉宾 但是现在就是不能在雪州内传播 他必须把它飞回到沙拉月去 飞回到沙拉月和沙巴去 到那边去传播 是 这也是一种限制 这其实是条件 换来的条件 有一个圣经公会的这位主席 他就说了 我们现在是黑暗已经过去了 光明已经来临了 但是现在你说圣经不能在西马传越的话 只能在东马传越的话 另外一部分人就会说了 我们现在确确实实黑暗已经过去了 光亮已经来临了 但是光亮是阴天的 不是太阳的 所以会让人感觉喜忠戴忧 喜忠戴忧 喜的是确确实实说我们很高兴 圣经已经回来了 但是我们不高兴的是 他为什么只能够限定在东马传越 不能够限定在西马传越呢 这也是让很多的人感觉到很担忧的一件事情 所以刚才提到的说 他必须要有一个可以安抚两方面的 刚刚说到马来文版的圣经 主要当初会对这个马来文版圣经有意见 主要也是担心说 就是会有一些基督教的朋友 像马来同胞宣传这个就是基督教 所以呢 大家会对这个马来文版的圣经有意见 所以他说他这边就是给你一颗糖 然后再打你一下 就是这样子 两方面都是这样 他必须要照顾到两方面 如果说今天这都一样 把他归还的可以流传的 相信宗教局这方面一定会有很多的声音 那如果说我今天不归还呢 这个基督教的团体啊 或者其他人都会还是会继续抨击 所以为了要安抚两方面呢 我就就跟啤酒节 其实是我觉得有点像 有点类似雷同的状况 马来西亚的这些政治人物 或者是包括各种各样的决定 必须要照顾到这两种情绪 一方面呢 他就说好吧 我归还了 就让这些可能其他宗教 非穆斯林的人士 心里面有点抚平了这个伤痕 那如果我归还了之后 相信这个宗教局也会有一些意见 那我就说 好我就再加一个条例 就是不能在雪州里面传阅 这个又安抚了宗教局 算是一个圆满落幕 应该也是拖了这么久的原因 大家一人退一步 海阔天空这样子 宗教局这方面是退了一步 答应你归还圣经 那么在另外的一方面 就是圣经工会这方面也退了一步 答应你 我不会在喜马传言会 把它运到东马 两个方面都退了一步 但退了一步之后 还是有一些不满意的人士会出现 你包括雪州这方面 包括宗教的其他的一些宗教人士 就是说 说骂阿兹敏 骂雪州大臣阿兹敏是叛徒 他是支持基督教 否决伊斯兰教 这么一些言论就出现了 很恶 很恶向的一些言论就出现了 但同时另外的一方面 包括圣经工会这方面 确实实实这也是一件好事 但同时内部也有一些人 表出了一些质疑的声音 就是我为什么我们的圣经不能在喜马传言 必须把它放在东马传言 因为毕竟喜马 我们都知道喜马有一部分的人口 这部分的人口 他是从东马来到喜马的 他们在这里工作 在这里工作 他们的信仰 他们说的是马来文 但是他们信仰是基督徒 所以对于这一部分 生活在喜马的东马人信仰基督徒的这部分人 让他们该怎么办 如果你如果这样的一个措施发生的话 他们手里我想念圣经了 但是我只会马来文 我又该怎么办 我是找谁去要呢 这就是存在了一个问题 就是有一个网民 Kentu就还留言说 贵还就贵还 还要附带条件 口口声声说 口口声声是俗国 一个马来西亚各种族和谐团结 通通都有前提的 就通通都有前提就是了 现在已经 就是虽然拖了这么久 表面上是解决了 但是还是在西马之类是不可以传阅的话 还是感觉上是 五十五十而已 你只解决了五十八仙的 算是安抚的作用吧 对不对 会有这种感觉 对 但至少是解决了 解决了 不同人也不同人的说法 今天我们看到一则报道 这则报道呢 特别有启示性作用 启示性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的国家大教堂 他的国家大教堂 他也不是专门为穆斯林的 也不是专门为基督徒的 也不是专门为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的 他是各个种族或各个族群的信仰 都可以在这里做礼拜 做祷告 所以呢 他就有一个新的措施 美国的国家大教堂 首次举办了伊斯兰的祈祷 可以让伊斯兰教徒在美国国家大教堂里 做星期五的祈祷礼拜 这样的一个声音出现之后 有一个美国人 金发碧眼的一个美国人 当时就不让了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这些穆斯林 敢在我们美国的国家大教堂里做礼拜 这是基督徒应该做祷告的地方 然后当时就被工作人员 把这个金发碧眼的女人给拽出去了 但是这个事情 会告诉我们 通过一个 对啊 这个美国大教堂的这个主教 他就告诉我们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我们举办这个仪式 它是一种象征 他说意在让美国三百万穆斯林赶到 在这个以基督教为主导的社会中 是受到欢迎的 但同时他也说 也为了让在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的穆斯林 向信仰其他宗教的少数族群传达善意 所以是就是对伊斯兰的 的信徒们传达了一点善意 就希望他们也能以善意对待其他人 是这样子吗 其实就让我想起了 是否之前 你还记得吗 我们曾经有一个案件 就是在这个清真寺里面 就供了另外一个宗教 忘记是哪一个宗教了 做了一些仪式 结果后来也引起了一些风波 然后也看到说其实到底在不同的宗教地点 供另外一个宗教进行他们的一些礼拜 或者祈祷 是不是有一些包容性呢 包括其实你看在机场有些祈祷师 它是供各个宗教 你都可以供用一个祈祷师的 那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 如果大家的心胸可以放得开的话 那其实可以让更多的宗教进行一些交流 或者是进行一些 就是更具包容性 好 那我们今天的线上呢 联系上我们的嘉宾 也是美国心理学会的专业会员 黄国辉博士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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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国辉博士 对 最近你也听到这个雪州大臣 我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偏不 我不知道是雪州大臣解决的 还是苏丹大 苏丹解决的 这次雪州圣经的风波 你怎么认为 你感觉是应该是谁解决的 其实坦白说真的很难知道到底是谁去学 但是今天我想从这个群众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件事情 群众心理学是怎么样呢 对对对对对 OK 在群众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当群众立在一起的时候 它可以是为了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一个思想 第二个它可以是一个主义 第三它是一个信仰 那今天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得到说 我们很大部分的群众 尤其是我们的基督徒 都对这件事情起了一定的情绪 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想从群众的心理的角度来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为了同样的一个信仰 而在情绪上 情绪上起了一定的影响 然后群众心理呢 在历史里面 在历史里面 不管是政治家还是野心家 都掌握得非常好 所以说今天我觉得这个 震惊的事情的发生呢 其实就好像我们国家里面的一个定时炸弹 它随时会引爆 它也可能不会引爆 但是事实上是被威胁到各种族的和平安 安稳的那个情况呢 就已经受到威胁了 看它有没有报而已 怎么说呢 因为从群众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群众可以因为一个信仰 可以为了追求一个信仰 一个想法 还是一个主义 秩序理直 秩序理直导致了很多 比如暴力事件啊 战争等等 这个说法其实是得到了一个历史的意义 你看我们在过去历史里面 为了信仰而斗争的事情是比比皆知的 出了历史 目前现在我们这个时刻 在这个地球上为了信仰而斗争的事情还是存在 但是为了信仰 但是为了信仰而斗争 还不是最可怕的东西 最可怕的东西其实是什么东西呢 它其实是为了保护我的信仰而斗争 那个幅度会比追求一个信仰来的更大 他说今天看整个社会 每个情绪都都非常高昂 所以这件事情不满的不满 不开心的不开心 他说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好好的处理的话 再加上了一些野心加 感动一下 我是觉得随时会发生那些非常非常不愉快的事情 因为从群众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当人民在为了一个信仰 理想还是主义 聚在一起的时候 群众心理就开始发酵了 群众心理其中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群众 不是理性的 他们是非常情绪化的 第二群众会为了一个捍卫一个思想 他们会有暴力时间 然后第三也是具有危险的 就是这一群失去的理性的群众 非常非常犹豫的受到了一些领袖的煽动 而做出了一些非常不理性的警惕 这个时候就好像是 一颗的油 只要有人点火 它就燃了起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件事情发生是非常不幸的 直到现在为止还是觉得非常信心 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在处理的这些事情 到现在为止还算是和平的度过 但是感觉上我们就发现到一个状况 就是因为像你刚才说的不同的群众 可能对于自己的宗教利益上面会有一样 就是会有保护的心理 所以有人就刚才说了 就算看到了阳光 但是看到了天空 但是还是阴天的 最主要是因为你看在归还圣经 当然第一 它是归还了这个圣经 给沙拉越的工会 但是附带的条件 就是不能够在雪州这边传阅 这个马来文版的圣经 所以变成说这样子的附带条件 其实并不是最完善的一个解决方法是吗 看看我们怎样看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很简单 然后我是希望说 全国的听众朋友 是从比较简单的一个角度来 来看这件事情 就是很简单 其实我们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你不要用这些字眼 如果你要用的话 你是在中马用 如果大家都觉得说 从这个很简单的角度来看 好了 发现我们每个人去这样一步 那事情就圆满解决了 但是如果群众选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你这个做法 就世界地侵犯了我的宗教的主权 事情就非常复杂了 但是这个时候我就希望说 既然事情已经慢慢降温 那我就希望说 全体的我们爱国的人民 能够大家就各让一步 各让一步 在尊重某宗教团体的前提之下 尊重另外一个宗教团体 给大家的舒适的空间 那就让这件事情降温下去 但是在这个时候 依然是非常危险的 为什么如果有一些野心 只要要炒作这个特殊的话 他可以把群众的思想 带到一个阶段 就是说 其实这个样子 也就是在侵犯我们的主权 还是很自把它描述成 其实你们兼须地在消灭某个宗教 这样事情就非常非常复杂了 非常非常复杂了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说 其中朋友必须要非常理性地 去看待这件事情 怎样去理性呢 你看一般 如果是这个课题出现之后呢 有一部分的人 就会很赞同阿兹明 认为他的心证 真的是很棒 刚上任54天 就会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但同时还有另外的一部分人 也会质疑 其实这不是阿兹明的功劳 这是雪舟苏丹的智慧和眼光 而造成了现在今天的解决问题的发生 是不一样的感受 这样不一样的感受 怎样才能用理智的心态去对待呢 应该这么说 我总觉得这件事情不太简单 我总觉得这件事情不太简单 因为它已经拖了整年 然后军中有很多角力 很多角力都没有办法处理 到最后就很 就好像某某英雄上台之后 忽然间就解决了 那某某人 雪舟大成定成为整件事情的英雄 然后大家就有一个很 很片面的一个想法 哦 他是英雄 如果不是他的话 那整地这个世界应该就是雪舟祝担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很片面这样的一种想法 这个想法是可以被了解的 但是我选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我就做一个比喻 做一个比喻 那有在一个乡村里面有几本非常重要的书 哦 那有一天有一群人来把这几本很重要的书 拿了之后 藏在了一根屋子里面 之后呢 居民就很生气 一直要拿回这几本书 他们就去这个屋子里面 尝试把这个门给打开 进去拿几本书出来 但是怎么打开这个门都没有办法打开 敲也好也没有人回应 硬硬闯进去也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门很坚固 那之后就找 国家首相来处理 内阁发表十个证明 让他们开门 没有办法开门 之后那到请总检察师来 也没有办法 请苏丹来也没有办法 那几本书就锁在这个屋子里面整理 大家都非常着急 然后忽然间就有一个 写说新战略周大臣来到处 这件事情缘缓解决了 我现在推还给大家 就从他的口袋里面 掏出了锁石 把这个门给开了 进去拿那本书出来的时候 交给人民 交给那个村民 大家都拍手 拍案叫绝 哇 等救者终于来了 他帮我们把这个基本书拿出来了 现在就有几个问题 我怎样问了 很简单的能够解决这件事情的 是雪州的周五大臣 他在很轻易的情况之下就解决了 告诉了我们什么东西呢 其实就把锁石一次以来都在 雪州周五大臣的办公室里面 为什么拖了这样久 现在还拿锁石出来呢 而且现在拿锁石出来之后 拖了整年之后 把门给开了之后 大家还称他为英雄 大家还在讨论到底才是最后真正的英雄 但是有没有人想过说 为什么这样能够 他上台不到几个月就能够解决的时间 为什么拖到整年 把整个府庆拖到怎样复杂呢 其实如果愿意的话 雪州周五大臣一早 雪州政府一早 就能够把这个锁石开起来 把门开起来 把书帮给人家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 随时会闹出不愉快的事情 为什么不要尽少把锁石给拿出来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既然你这个人有能够 有这个锁石把门开起来 把书给拿出来 会不会同样是把门开起来 把书放进去 再把门锁起来的 也是同样一个人 这个是我的想法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说 你上台之后 解决这件事情太容易了 为什么呢 内阁实际上的声明不被领裁 总警察的那个指示不被领裁 书班的讯网也不被领裁 更重要的是 人民的愤怒也不被领裁 如果这些这样大的事情 都没有办法处理的话 它一定是卡在了一个部分 那个部分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有所思的人 不要开门 这什么事情 我的看法非常的不一样 我总觉得说 拿住所思的人 是关键人物 我们今天能够到达这个地步 所以应该负巨大的责任 然后会不会是有人在背后 故意操作群众的情绪呢 这也是我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说今天如果 这把钥匙是在苏丹的手上的话 那苏丹考量会有什么样的 心理面上面的考量 要不要把这把钥匙给交出来呢 我反而不太觉得 这把锁匙会在苏丹的手里 我不太这样觉得 那你认为这把锁匙应该是在阿兹米的手里 可能说在阿兹米的身上 可能对他有点不公平 但是我总觉得说 这把锁匙是在雪州政府的身上 一直以来都在雪州政府的身上 雪州政府的身上 对 我觉得一直以来都在雪州政府的身上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我觉得说 我们经济的苏丹地域 将来它的风格 它都不会太去干涉政治 将来它都不会干涉政治 而且也不是 也不是他们的一贯的作风 然后第二 这边事情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由那个雪州宗教局 去把圣经给想回来的 然后第三 雪州宗教局的那一个悬点 它已经发表了文到说 中央的法令是对他们没有教的 他们只跟州的一个法文 第三 第四 雪州宗教局能够立场上的这样稳 如果背后没有一个庞大的政治力量 做提升的话 是不太可能的 大家讲一讲 雪州宗教局不可以 不听总检察署的那个宣告 可以不听 不遵从内阁 国家内阁的那个十个真名 来处理事情的 那如果背后没有一个很庞大的政治力量 它就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觉得 最值得我怀疑的是说 阿日明上台了之后 处理这件事情 看起来是非常轻而易举的 给我们感觉是说 事情并不是之前我们想象中 这么复杂的 阿日明一上台说了几句话 就立刻把那个政经给规划了 不太难 为什么不难 会不会说一次以来 所值都在他们那一边 那如果说所值都在雪州大臣身上 那之前是卡丽在位上 但这个客体一次被拿来抨击卡丽 卡丽之前本来也说他要尽快解决 但是解决不了 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看来是 似乎会不会有可能卡丽是故意不要解决 然后让 但是这个也成为其他人攻击他的把柄 那通常我觉得说卡丽 我不知道卡丽愿不愿意 解决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可能在卡丽的团队里面 大家的一个具体决定是不归还的 大家就投票决定 OK我们不归还 现在阿日明上台的时候 他有他自己的团队 可能这个团队的具体决定就不一样 那你觉得归还跟不归还的差别 跟动机还有差别会是在哪里呢 我觉得这个时候归还呢 很明显的 大家可以看得到很明显的 就是阿日明只是归还圣经之后 就万众归心 大家都觉得他是非常好的一个人 大家在最着急的时候 忽然间有一个人出来 以英雄的方式出来 拯救了这件事情 事情就是因为卡丽 就是因为阿日明圆满的决定 他发表了那个原路 我们在那个WhatsApp YouTube里面都看得到 大家都拍案叫绝 这个不是非常好的一个周禄大臣 万众归心 如果从动机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做法 其实归还了圣经对他来讲 他没有任何损失 但是他赚到的是非常多的 从临身方面来说 他就比较是全盘造州 感觉里面似乎还有很多疑点 就是这个钥匙 钥匙他决定了些什么 假如说真的这把钥匙 是在阿兹敏的手里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 雪州的宗教局 他后面有一个强大的力量 他只是向雪州苏丹负责 有这么一个条款 雪州的应该宪法是规定的 是向我们的雪州苏丹负责 但是现在我们就是 可以看到 如果这个钥匙是在雪州大臣的手里 如果苏丹 即使他在雪州大臣的手里 这苏丹我也不愿意去处理这件事情 我也不想去处理这件事情 那么即使阿兹敏有钥匙 他也处不了处理不了这件事情 所以说大家可能觉得说 重点可能是在那个雪州苏丹上面 但是不足上我觉得 一般的做法 苏丹还是巨大统治者 他们都会咨询 咨询了那一个 自政的政府 之后才会做一个决定 一般以来都是这种方式 我们看例子 不管是巨大统治者 是各种的苏丹 他们通常都会交给一个委员会 所以这个委员会可能就是自政的政府 还会决定的时候 把那个决定 建议给苏丹 虽然用个字眼是建议给苏丹 但是从我们的历史 国家进展来看 大部分的时候 苏丹都会接纳他们的建议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统治者不敢真的大言之下 我觉得说苏丹可能不会 不会再不可能 不会再不拼取 对政政府的一个建议的情况之下 三次做决定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低 也就换一句话说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 是由雪州政府促进和提议 然后呢 如果苏丹比较高兴 看着阿兹敏也比较高兴 那他就愿意去解决这件事情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说 最终雪州政府 必须要做一个决定 自己的决定 然后建议给苏丹 所以我觉得说可能 这个钥匙就是说 雪州政府的一个自己的决定 如果雪州政府一歷来 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共识 还是不想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 把他们的经历层层层给苏丹的时候 那苏丹也没有办法做这些东西 那我所了解 你看刚才你提到了 这把钥匙归还 然后现在目前这个 接待欢喜的几股 对大家都有政治利益 如果他都有带来政治利益的话 那当初不归还的利益 又是在哪里呢 当时的情况 不归还的利益 当然我也 让我讲了些 不归还的利益 对 因为他也需要一个动机 做这件事情 如果说我现在归还了 我背后的动机 就希望得到这些利益 那如果当初他们不归还 那他们其实也没有一个方面是真正获利益 可能宗教局会有一些利益 你看我们展示了我们这个宗教的 宗教的权威 然后捍卫了所有穆斯林的利益 但是在雪宗大臣方面 他们是被饱受抨击的 或者是都是负面的 那为什么他们却坚持那个时候不归还呢 不把这个钥匙交出来呢 有什么可能性 这个必须要从那个政治的利益那边来考量 因为我们也必须要了解说 我们的雪宗政府的那个 这个是有行动党 公正党和还有一个 地位也是非常多的那个回教党组成的 回教党组成的 所以当我们要达到一个具体决定的时候 他必须要得到了回教党的议员的支持 当能够达到一个具体决定 在这个时候回教党的议员的人数是比较三分之一的 所以说他们是有大概30%的一个决定权 在这个时候比如说 虽然卡丽面对人民的压力 但是同时在内部 在内部那个决策中心 权力中心的内部里面 他同样的面对了30%的那个回教 回教预员的一个压力 所以因此 他本身也是一个回教党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就很考 很考那个卡丽的那个政治智慧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 卡丽在那个时候 他自己的位置也不太稳 也不太稳 然后他也得到了回教党议员 伊斯兰教党的议员的那个大力的支持 保住卡丽的位置 最后是保不住 但是为什么卡丽能够得到了 这个伊斯兰教 伊斯兰党的这个议员的大力支持呢 会不会这一点就是他们交换的一个筹码呢 这个当然我们不知道 但是很肯定的就是在雪州政府里面 你要通过一个决定 他这个决定是有受到了 那个伊斯兰党的议员的那个影响的 他们有一定的说法的在里面 一定的主权 对 那如果按照这个方向来理解的话 现在阿兹米上任 他的后面的团队应该都是支持他的 你包括公众党 你包括行动党 你也包括伊斯兰党 应该都是支持他的 所以他才能拿出这把钥匙解决这个问题 劝请速担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我只是猜着 也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当一个团队上来的时候 新的一个政府 州务大成和行政议员上来的时候 首要要做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先稳住这个团队先 先稳住了这个团队先 然后怎样稳住这个团队呢 大家都讨论了 可能好不好我们就把圣经还回去 可能委屈了一些 委屈了那个回教党的一些议员 但是我们换回来的 是万众归心 大家在准利比的考量之下 准利比的考量之下 我让出了圣经 我得到了这样多的利益 但是我也很难下台 好不好是这个样子 我就放一些条件 之后我归还 那回教党的议员 也有台阶下 他也能够跟他的支持者交代 我们还回去 就叫他们回去东马 起码是没有的 听起来也合情合理 也安抚得住了 那个回教党的支持者 但是同时我们换回来的 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况是 大家都觉得 雪州政府是一个非常开明的政府 大家都觉得 阿日明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守护大臣 但是大家忘记了一样东西 其子所持 决定权 由事情的开始到现在 一次都在他们的手上 我们忘记了谁之手是谁 我们只记得说一分是好的 但是也没有可能 这两者都是同一个人呢 还有另外的一个点 我今天可能提出了很多 不太正面的一个说法 最终我的中心就是讲 只有一个 这个群众 当群众的情绪被逃脱的时候 当群众的情绪被逃脱 必须会对这个佐家 护起责任 大家在欢迎 大家在庆祝说 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件事情 有新的阴神 诞生的时候 大家不要忘记了 我们曾经度过了一年 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 谁不知道这个关系的 一个关键者 所以我们要去探讨 然后以后 尽量希望这种事情 不会再发生 假如说 如果我们以另外的一个角度 去考量 就是考虑苏丹是怎么想的 我们看看他的心理状态 是怎样的 然后苏丹 他是怎样考量的 为什么在卡丽的时候 他不 他有怎样的考量 不打算 或者是说 也没有这样子的动力 和推力 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阿兹敏上任之后 他就打算愿意配合 或愿意接受 阿兹敏的提议 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 这个说法 对我们假设苏丹 是最终的决定的 就是钥匙在苏丹的手上 对呀 你看之前阿兹敏经常去派访苏丹吗 我们希望和苏丹协商一下 谈出一个很好的政策和方案来解决圣经的问题 还是在于苏丹吗 我对这个说法 比较不太相信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雪州苏丹 是非常开明的一个苏丹 我本人是非常尊重我们雪州的苏丹的 而且像他这样 得到望重的一个 州最高的领导者 他们的想法 我在猜了 第一 他要确保每个市民都受到公平的对待 这是第一点 但是同时他也有责任捍卫回教 为国家的宗教 所以说在这两者之间 要做一个决定 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而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说水州苏丹也会考虑到的 政治的那个政治 而说他会 他会把这个决定交给他的那个咨询委员会 还是由州政府来做一个决定 我觉得说苏丹不会 不会冒冒然的 自己去做一个决定 这个可能性不太可信 也不符合了我们过去的那个历史的做法 了解 好 非常感谢黄博士跟我们做了一些分享 还有分享您的观点 谢谢您 谢谢您的意见 谢谢您 拜拜 拜拜 刚才我们与黄博士联系 谈的有一些点还是很新颖的 你包括最主要的一个点就是 雪州大臣 雪州政府背后的力量 行政议员的力量 也是具有一定力量的 现在我们的阿泽民背后的力量 你包括公正党 行动党和伊斯兰党 获得了三个党派的支持 但是之前的卡利呢 当时他要倒卡利的那一段时间 他也没有获得公正党的支持 获得行动党的支持 那么伊斯兰党呢 也许会支持他 但是力量会太小了 也许这也是其中影响到最后决定的一个因素吧 是那我们来听听阿龙看看 你对这个背后的力量是谁 那有什么看法呢 早安 哈喽 老大早上好 嗨早安 老哥 你们的事情好像很小声啊 今天为什么这样小声呢 温柔吗 是啊 有啊 好像听不清楚这样 我始终这个事情让我们感觉到 这个就是所谓的政治的现实 也看一个领袖怎么样出物理 在政治的处理方式 你要还是不要的 那种的沦落 还是你要用走怎样的一种的方式 所以今天当阿杰敏捡到这种的便宜的政治利益 我说我把它用成政治利益 当他来讲的时候 他是得到很多人表面上的赞养 就是说 为什么当初的时候是卡利的时候 不能够再解决这一次的风波 所以我们实际上讲 火车跑得快 前靠车头呆吧 对不对 如果一个领袖 你的处理方式是 不懂得怎么样在处理这一个事情的时候 所以你才会延伸这么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他最高的一个智慧 在这个退还 归还这个圣经的时候 他会叫写周苏丹来见证 这个是让我一直摸不着头脑的东西 为什么当初收了 没收人家的圣经过后 苏丹的表现是怎么样 跟现在当换了一个大臣 归还给这个公会的时候 基督公会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的苏丹 写周苏丹会来做这个见证 他的目的何在 是不是要阻塞了很多人 连苏丹都见证的情况之下 你们不能够再质疑 你们不能够再批评吗 这是我认为它是最高招的这一点 如果今天这一个圣经归还 没有在写周苏丹的见证情况之下 你说他就会这样很简单的 就平息下去吗 那也就是有写周苏丹的协作了 我认为有它的存在 就是因为它可以 塞了很多人的嘴巴去再质疑它 但是在网上 我们始终还会看到很多人在质疑 这个圣经是归还 也不是在说写周可以用 只是归还去杀老爷 有没有这个必要在质疑 原本这些圣经都是在用的时候 今天我们看真是 只要把这个圣经归还了 皆大欢喜 就像我们大家所讲的所看到的一个情景 但是这种圣经 是不是真的会飞到杀老爷去吗 还是在市场上 它慢慢的偷偷在用的时候 你又拿我何办法吗 所以马来西亚有一个很现实 给我们直接了当 看到了一个情况 只要每一个课题 没有某一些机构 没有一些政治人的介入 那就不成为一个课题了的 同样的东西你也是可以马照跑五照跳 虽然你说我们马来西亚不能够看色情犀利卖 但是通街你都可以再卖得到 那你又何说 如果没有有心人去找座 那绝对不是一个问题吗 所以我认为这个圣经的风波 是在处理的整个方式 不错当的当别宗教级的介入 才会延伸到这样的一种的局面 加上一个领导人的无人 在这个处理上方面 是把这个潜力归纳于给他 就是听宗教级所说的话 或者是他只要向那个苏丹的报导 但是你没有去争取 理所当然 那个行动当然是越远越僵下去 到你被避风 用成为一个借口 让你避下台的一种的风波 今天当我上来的时候 我要捡便宜的搞政治东西 我当然要处理这个事情 其实大家都看到 为什么阿杰比上来的时候 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好像什么case 就是好像很简单的 为什么 大家看到这个东西吗 那问题是处理在哪里 是不是马来西亚 是不是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很现实的一个状况 就是课题都是拿来背来炒作 当你炒作的时候 你没有去用强硬的手法 来去争取的时候 那理所当然 你延伸的问题就是 越比较让人家更加火滚 更加生气 更加不满 但是今天阿杰比较这样做的时候 上任不到几个月 他就把这个风波处理掉的时候 你还要能够质疑他什么 很多人还讲说 这个身轻不是在写周的 但是我们的宪法规定 是好像说 阿拉这个马来西亚 是不能够用在其他宗教的 已经有这个法律的存在的规定了 那你又要去和索 但是永远没有人去探讨 这个法律的存在 到底是允许对还是错 但是你要指一个人 你把一个很多东西的提望 其他一个人 帮你解决掉这个问题 你说有可能吗 谁是要去碰这个东西 就刚才嘉宾所讲的 认为写周 有伊斯兰党的压力三十多巴仙 我认为如果你今天做一个领袖 你是公正党的周大臣 你只要有少数服从多数 你不需要去听 伊斯兰党的所做的决定的 可能在伊斯兰党里面 他们是为了 他们的宗教的政治的考量 他们绝对是反对 但是在你大多数的情况底下 你在开大这个大会的 明年这个议员的时候 三十多位的议员的情况底下 多数于自此讲说 归还这个政经的时候 你去做 你会得到什么错误的东西吗 肯定不会吗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我们的前一任的周大臣卡利 做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启动 所以才会延伸到你今天 这样一个不过 你认为刚才谈到 就是雪州政府背后的力量 也是一股力量 包括三党的力量 他们是和谐还是不和谐 也是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你认为刚才嘉宾那么去说吗 就对于这些事情 我认为凡是什么东西 那当然和谐不和谐是重的 问题是之前 为什么人家倒卡利的时候 人家有讲他 他是我行我素 他有多少会议 在这个整个明年 这个雪州政府 我们表面上一直讲说 政府我们要看到一个团队 一个雪州 一个他们的议员里面 你今天明年做上政府了 你今天作为一个达成 你是一个领头经 你怎么样在这个会议上 做这样的解决 很但是我所了解的时候 他窃息了很多这种的会议 你怎么样带头 但你我心我素 尤其在这个圣经的风波 其实如果卡利有心想要处理 是很简单就可以处理的 问题就是他不想正真积极的 去处理这个事情 把这个潜力丢给宗教机的时候 让他我心我素 把他潜力跟他加大 才会延伸到这个问题 但是今天大家看到 为什么阿杰敏上台的时候 可以亲而易举的 把这个事情处理掉 问题出在哪里 那就是一个人的政治的考量 不是阿杰敏厉害 是他懂得搞这个政治 懂得你说他 难道他阿杰敏上位 就是比较和谐吗 比较可以巩固整个明年吗 可以这样说 那您觉得卡利的考量点是在哪里 卡利的考量点 我认为他不是一个 可能他没有出席会议 没有寻求他人的听起 他人的一个意见 自己认为我所讲的东西就是对 所以这样你就是会有一些失败 你明白吗 所以人家才用为这个借口来 导你的这个风波 他之前说他会指示宗教局 归还这个申请 宗教局说你没有这个权力 你这样子是越权了 所以你觉得卡利做不到 还是不想做呢 我没有说错的时候 我好像我没有记错的时候 他好像当记者问他的时候 他把这个东西归还给苏丹 他讲说让苏丹来做决定 他没有向这个宗教局来争取 过后这个宗教局的潜力 是想要只想向苏丹报导 报告罢了的 而不需要向大臣报告的 我们有这个宪法的规定 当他有这样说的时候 但是你不去争取的时候 那理所当然吗 但是问题你看今天我们看到 阿吉兵为什么不能够把这个事情 处理掉 这么样借大欢喜的情况底下 又加上 他站在旁边 只有那个写州宗教局 把这个东西归还给他 我很质疑嘛 为什么当初你收人家 我现在问你的一个 很直接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当初收人家 是在怎样的情况底下 现在你归还给他 有很多人在质疑 哎呀归还罢了 又不是在写州可以用 死色系飞地沙拉瓦 有没有这个必要 不需要的吗 这个书本你归还给我了 有没有真正去到沙拉瓦 还是我在我这些的工教堂里面 我还默默然的在用这个时候 你又拿我办法 只要你不去抓我 你只要不要去炒作这个课题 那就不是一个课题了吗 在马来西亚就是这样现实了吗 你抓到我的点吗 我始终要讲个东西 可是这个健康吗 就是说你口头上说不可以 但是武造跑马来西亚有没有说 我就是想要讲的吗 了解政治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的时候 你在质疑他这个能力 哎呀你这个归还 这个圣经也没有用 也不能够在写州用 但是问题是 宪法都已经存在 整个在半岛 马来西亚的半岛 完全是不能够用 马来文阿拉这个字眼 那你如何说 像我们要探讨的东西 把宏观看到去 那一个宪法里面吗 而不是讲说 希望一个周大臣 来改变你的东西吗 那个是人人的责任吗 还是一个人的领袖的责任 还是随着去责任大家 是谁要去探讨这个问题 没有吗 所以我们有些宪法的东西 是随着前线 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的岗位 各自的岗位到哪里 而不是期望说 阿里米上来就能够把 这个马来圣经可以用在 写州 写南俄州 这样的一种的局面 谁要去碰这个东西 归还了已经够了 你同样到你 我刚才拿一个比喻 就是在安逸了的东西 Playboy不能够在马来西亚看 但是我都可以买到 Playboy的这种的 没隔禁的时候 你又何说 只把不言 对吗 你明白 黄色网片不能够看 但是我们还可以在夜市场 埋得到 你又何说 就是说有心人 要不要去炒作这个东西 你要不要去捉 这是一个重点 对 如果另外一方面 你看苏丹 我一直在想 因为刚才之前那个嘉宾也说 他对苏丹 他说 苏丹也许的权力 真的也是没有那么大 他只是在配合州政府在做着一些事情 因为他从来不参政 然后 但是另外一方面 让人感觉到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沟通这方面 是不是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 之前你看 我们都知道 雪州苏丹 他都比较倾向卡丽这方面 他被 他被 他为卡丽打抱不平啊 之类的 但是 阿兹敏上任之后 也许阿兹敏的政治哲学啊 政治智慧啊 是不是他们 阿兹敏和苏丹之间的这些个人的沟通 和个人的一种情感 和个人的一种交流 能够使苏丹很快的 配合阿兹敏做成这件事情 我认为没有 不可能是说在这样短的时间 就可以让苏丹说不你 我相信如果你今天作为一个 殿下啦 你是到德高望重的一个人 我 我始终认为是应该要听起 就是说这个整个政府 你给他一个权利 你要也知道自己的底线是在哪里 我始终还是要讲的时候 在这个风波上的时候 可能卡丽完全没有去见这个苏丹 在讨论这些课题 也没有很多的详细给予他知道 可能就是说 解读宗教集没收了这些圣经的时候 那个前线就是他 当记者访问他的时候 他没有去真正的去处理这个东西 也没有去拜见这个殿下 来去说明整个情况 就是当你一直看那个新闻 当时候的新闻 我会发现到那时候我们的大城市 一直把这个东西 就只是他们宗教集的前线 宗教前线只要向苏丹来报导 这样的东西 可能苏丹在这方面 没有得到整个州政府的议员是怎样 因为没有出大城向我报导 报告这个整个的情况 可能到阿基敏上来的时候 他会把这个东西会说出来 因为对他来讲是整个 在基督教方面 这个基督教族真的是反对的声音是很大的 可能我们在媒体上我们也看不到的 但是我了解到很多工会里面 都是很不满的 在这个风波上 对变成延伸到对整个州政府 也有很大的负面的影响 我最后有一个好奇的部分 我们今天看到 Malady Mill的报导 是提到说来自皇宫的声明 就提到了说 其实他有提到之前 更多是卡利 有在这件事情上提供了一些意见 当然最后说是尊重苏丹的决定 那反正是在这一次 他说其实阿斯敏 并没有参与太多 他们扮演的角色 只是keep updated而已 那其实如果这样子的话 到底是在帮阿斯敏呢 还是其实他又要同时 又要维护卡利 他之前有做事情 那就会让大家有些物理看花 摸不清到底是谁 谁是有比较多的一个意愿 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当这个东西 我们看到这种的场面 已经归还了 就是大家也满结束 借答换期的情况底下 我们不要再质疑太多背后 到底谁是谁对谁非 但是我很现实的跟你讲 讲一个东西的时候 当这个照片 这么样刊登之来 阿斯敏站在背后 跟苏丹 站在这样的一个 见证情况底下 阿斯敏是得到很多 写周知名 或者是很多基督教徒的 一个的 很大的一个声望 这种的很廉价 对我可以这样说 很廉价的政治 但是在他的政治生涯 他已经巩固了 他的某一个 很好的一个形象了 明白吗 但是为什么当初的时候 你不能够做 现在我们不要再质疑 这样背后的很多什么 来自官方的发表 这种言论 都是对我而言 都是废话来的 因为事后的人 你要批评的人 要质疑的人 都是很多这种的 但是我们都是 自己 自己说 自己说 你明白吗 自己讲 自己说 自己幻想 别人怎么样 怎么样 把自己东西 套在别人的想法 但是我要看的是结果 整个conclusion 整个ending 已经是怎么样 归还了 就好的 为什么我们还要质疑 这个圣经是 去沙拉位 不去沙拉位 你不要跟我说这个废话 这个本圣经 追完给你知道 你说还有谁 有情人想要去炒作 没有了的 今天最高照的 就是苏丹的 见证情况底下 还要谁在质疑 这个问题 我要问的东西是 为什么当初 今天我们要真正 来去讲的时候 今天苏丹站出来 当初你没收的时候 你又没说 你今天又归还的时候 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政治吧 是看谁的领导人 是要跟你去争取 难道说苏丹 像一个很固执 很顽固的人吗 是不会的 他也是会有 考量这个东西的 好 非常感谢阿龙 跟我们分享 您的高见 确实是政治现实 每次总是 都会让我们 如梦初行 谢谢你们 谢谢你 我们有机会 再跟你聊 拜拜 果然每次都很 潇洒之间 滑神去冲冲的 那个阿龙 好了 我们今天听到 两位嘉宾 从不同的角度做了不同的一些分析跟观点的分享 那相信大家可能 好 这个事情告个段落 我们move on 不要再纠缠的过去不好的事情 我们展望更多幸福的未来 对 其中 其中 不妨给大家分享一个说法 有一个听众 听众 她说 她说大家只读中文媒体报道 说主持 其实燕燕和嘉宾阿龙都在闹笑话了 其实之前前两天 上个星期之前 我见过黄燕 燕燕鸿 我们当时也在谈论一些事情 我也在某些程度上 确确实实有些时候 我们需要看中文 也需要看英文 互相平衡一下 其实当时燕燕 燕燕鸿 她建立一个报章 这个报章叫 Malachia Today 这个报章比当今大马的 报道的这个角度 更加明确一点 更加中肯一点 自从她建议之后 我就开始看 Malachia Today 昨天也是看了 希望不辜负听众 对于我们的期望 好 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了 明天同样时间 拜拜 拜拜